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四十七集 梅尔当时便哭着出去了 据说在屋里足足哭了两个时辰 还得脆微拒劝才好起来 这还算好 梅尔心高气傲脾气坏 总算还在见丫鬟本分 那可儿却是一副文艺女青年大小姐做派 日日躲在屋里盆着本诗集伤唇悲秋 派给他活儿也不做 便是勉强拿起了针线 动了两针又放下来 掉一片叶子 他要哭半天 听见燕鸣 他还要写两句杜鹃提血风格悲情诗 回回看见他 他不是正在酝酿泪水 就是脸上必挂满泪珠 脆微提醒他不要整日哭哭啼啼 触住人家煤气 他当晚便顶着冷风 在园子里哭了一夜 然后病了一场 情桑温柔 燕草爽利 使劲浑身的解数才逗他一笑 他三天不吃饭 两日不吃药 要人哄着陪着 绿枝气不过要收拾他 被单局拦住了 后来一打听 他原是获了罪的官宦小姐 那又怎么样 他以前便是只凤凰 如今到底是丫头 就该尽丫头本分 咱们俯买他来 难不成是做小姐的 这可好 咱们都成了伺候他的了 绿枝给媚儿 看了一天要炉子 游在粪粪 他以前也是被伺候着的小姐 做了丫鬟 难免有些心虚不平了 单局接过药罐 细细过滤要渣 心生怜悯 毕斯细声细气道 他和我们是一同静腹 这丫鬟都当几年了 还把小姐捕呢 不过是仗着男师绘画作怪罢了 哼 这屋里谁又不识得几个字了 毕斯是个悲剧 他漂亮十字 综合素质 比其他三个都强 莫兰如兰 虽水火不容 但挑丫头时 审美却出奇一致 不要容貌才华 盖过自己 毕斯怕死了 长风倒是喜欢漂亮美眉 可惜名额有限 便挑了更漂亮 更有才华的 毕斯又被怕死了 最后来到明兰身边 燕草端着茶壶换水 他哄可儿哄得筋疲力竭 让情桑先顶着 回头再去换人 灌下半壶水后 燕草勉励道 也是我们姑娘性子太好了 一个两个都敢给姑娘脸子瞧 这要是房妈妈在 早就吃板子了 旁边几个小丫鬟听了 顿时怀念起房妈妈的严厉来 唏嘘不已 都是叫三少爷给惯坏了 竟然咱们姑娘吃苦头 最后绿枝总结成词 丹菊被众姐妹派去明兰处 转达群众意见 末了也婉转道 姑娘这么着可不行 下途几个好容易叫房妈妈 调教规矩些 没的全败坏了 明兰为难道 他们是太太和三哥哥的人 总不好下他们的面子 我知道妹儿累着你们了 可 她父母亲人都不在了 难免委屈冤枉 冤枉 最为奇怪地看着明兰 姑娘在说什么呢 我听我爹说 妹儿那丫头爹 就是咱们登州径编一个县令 罪是贪婪 盘国无厌 这才叫罢官下狱 家产充公 家倦发卖 她老子是外装管事 家里天丫鬟小丝 都是她经手 会不会她父亲是冤枉呢 明兰想起饮食剧里 那些受冤枉的忠诚良将家人 翠薇失效 我的小姐呀 官员办事罢官多了 累计家眷十宗里面 也没有一宗 没入访教司 更是百里挑阴 哪那么多冤枉 妹儿她爹的事 不少人都知道 确实是个贪官无疑 素日挥霍五度 超没了家产 还不够底 便累及了家眷 明兰还不死刑 男人犯了过错 亲于何姑 这时小桃刚好进屋 她最近防颜性 跟防贼似的 累得脑门发胀 朕听见这两句 没好气得到 姑娘 贪官家眷身上 铃罗绸缎 口中山珍海味 都是明知明高 有多少被她爹 弄得家破人亡的 小民百姓 走投无路 卖儿卖女 旧不信她 负债女偿 能进咱们府 还是她造化了 明兰 闪闪不说话了 不能怪她 电视剧 都是这么演吗 抱怨归抱怨 明兰 细是宁人 想着慢慢叫化 那几个不省心的 总能被潜移默化 谁知教育计划 没有变化快 这一天早上 长白哥哥在牧藏寨 视察 明兰答应给她 做的棉鞋 终于交货 于是她顺便来收账 明兰 亲去迎接 长白刚走进门口 没几步 就看见一个冷艳小美女 持着哨咒 在扫地 长白觉得她眼神 便多看了几眼 谁知她扬高了脖子 冷冷哼了一声 神色高傲明艳 长白立刻皱眉 对着明兰道 这下人这般没规矩 你也不管之 媚儿修粪 放下条肘 就进屋了 明兰很尴尬 走了几步 到了庭院 只见一个柔弱如柳絮 娇柔少女 倚着一根篮柱 轻声淫着诗 长白一听 竟然是 轻轻紫荆 悠悠我心 再次皱眉 对单局训斥 丫鬟们十字懂事 也就罢了 怎么还叫这个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何况是个丫鬟 可儿脸色惨白 攀山着回了屋 明兰很抑郁 呵呵干笑两声 走到屋里坐下 明兰还没和长白 说上两句 迎信便抢过 单局的差事 一会儿端茶 一会儿上点行 站在一旁 一个劲儿的 明嘴微笑 一双妙目 不住地往长白身上 招呼 小桃扯她走 她也不走 长白神色不渝 把茶杯往桌上 重重一顿 沉身道 六妹妹 该好好管制院里的丫头了 说完 抄起新鞋子 扭头就走 明兰差点吐血 刚吃完午饭 闭门读书的长风 出来散步 散着散着 就散到了木苍斋 明兰虽与她不慎相熟 但也热情款待她 进屋喝茶 长风明显魂不守舍 一看见妹儿 便立刻起身 妹儿 你进来可好 妹儿恨身道 被撵了出来 也不见得会死 三爷不必挂心 长风颤身道 你 你受委屈了 这时 可儿轻弱如飘絮 便一步三颤来了 长风的目光都湿润了 可儿 你 你瘦了 可儿 可儿再也忍不住 猪泪断了线死地往下掉 三爷 我当这辈子 也见不着你了 长风过去挽住她 可儿立刻放声大哭 长风不住地安慰 木苍斋内 哭声震天 翠薇丹菊几个 看得木灯口袋 连银杏久儿 也傻眼了 站在那里 不知如何 是好 明蓝无语 暗伤不已 本以为够摔了 没想到 压轴系 还在后面 齐大人在年前 向皇帝递了折子 皇帝大人便准了齐家三口 回京过年 庄先生便宣布 放短暂的寒假 走之前 玉仙送了份 乔迁之礼来 是个阳气架子 悬阳枝白玉 比目于庆 旁边还悬着一个 玲珑的白玉小锤 这么大块的 杨枝白玉 真是通透经营 明蓝不敢放到 正堂上招眼 只放在卧室的书桌上 随之这一日 莫蓝和如蓝 一起来串门子 本来如蓝 已坐上炕床吃茶了 但莫蓝坚持要参观 明蓝的新宅子 拉着如蓝 静止走进了明蓝的卧室 明蓝当时就觉得不妙了 只听莫蓝指着那白玉庆 娇声道 这就是圆弱哥哥 送你的那个贺礼吧 如蓝定住了眼珠 盯着那庆 足有半傻 然后看着明蓝 再半傻 那眼神让明蓝背心 一阵冷汗 莫蓝在一旁 拧嘴而笑 六妹妹真是好福气 让圆弱哥哥这般惦记 姐姐我搬入微日轩 可没见她送乔迁之礼呀 圆弱哥哥对妹妹如此厚爱 不知是什么缘故呀 明蓝茫然的睁大眼呆呆的 对呀 这是什么缘故 五姐姐你知道吗 说着便一脸无知 去看如蓝 如蓝看着墨蓝 一脸的幸灾乐祸 肚立一股明火冒起 再看看明蓝 两汉相全 取其轻 便大声道 这还不简单 齐家哥哥在收安堂 时常与六丫头一起吃饭 当他是小妹妹呢 母亲说了 咱们与齐家友亲 都是自家兄妹 越说越大声 如蓝都被自己说服了 一边说 一边看着一团孩子起的明蓝 觉得自己解释很通 明蓝拍手笑道 五姐姐你一说 我就全明白了 你好聪明哦 天可怜见 如蓝长这么大 头一次在智慧方面 受表扬 墨蓝还在挑拨几句 明蓝摇着脑袋 天真道 难怪晚日里 四姐姐三天两头 往家属里送点心 给圆弱哥哥 原来是自家兄妹呀 如蓝力剑一般的目光 射向墨蓝 墨蓝张红了脸 大声道 你胡说什么 我是送点心 给两位兄长 明蓝摸着脑袋 茫然 哎 我怎么听大哥哥 和四弟弟说 四姐姐的点心 全塞给了圆弱哥哥呀 莫非 我听错了 说着 疑惑的去看如蓝 如蓝心中 早已定暗 比一顿着墨蓝 冷笑道 四姐姐好手段 真是家学渊源 墨蓝一掌 拍倒一个茶杯 立声道 你说什么 如蓝心中一领 要是扯上林姨娘 她又没好果子吃 明蓝连忙补上 五姐姐意思是说 待客热忱 是咱们圣家老规矩了 四姐姐果然有圣家人丰范 如蓝松了口气 满意拍拍明蓝的脑袋 墨蓝怒视他们 明蓝暗道 没办法 我是自危 笑着送他们走后 单局冷着一张脸回来 把门都关上 震慑对明蓝道 姑娘 咱们得好好收拾下院子了 没得放这些小蹄子 丢人现眼 点了姑娘名声 小桃和翠薇也应声称事 明蓝坐在炕上 拿了一本针谱和一个绣花绷子比对着 笑咪咪道 不要急 不要急 你们什么都不要做 让他们去闹 你们出去串门子时 捡那些要好的丫鬟婆子 把咱们这里的事都说出来 尤其是大哥哥和三哥哥来时的事 务必要让太太知道 单局眼色一亮 喜悼 姑娘你 便不再说下去 翠薇摇摇头 便是让大家知道了又如何 还不是笑话姑娘 管这不力 没能耐 到时候 没准姑娘 还得落太太埋怨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